美国总统拜登在政治风险高的罢工现场做出表态 使他的政府进退维股 一边是拜登经济愿景核心所在的企业 另一边是他承诺将会收获美国制造业复兴果实的工人 彭博社报道 拜登26号在密歇根州大城底特律郊区的贝尔维尔加入罢工队伍行列 但此事不只是关系到联合汽车工会的罢工而已 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与工会争执的关键问题之一 是大量新的电动车电池厂内薪资和工作条件 这些电池厂正是让白宫的气候和产业目标有实现可能 与此同时在离贝尔维尔很远处 亚利桑那州数个工会也正在跟全球最大晶片制造商台积电 针对在凤凰城建厂的劳工问题进行谈判 这座工厂是拜登致力于在美国生产更多关键电子元件的旗舰计划 亚利桑那州的工会针对台积电建厂的安全和训练事宜提出质疑 台积电则是早已因为当地建厂的进度和开销问题而处于困境 尤其跟日本的类似撤厂计划相比 外界普遍预期 台积电将会成为首拨拿到美国晶片法案补助的企业 这份法案为美国的半导体产业预备价值1000亿美元的联邦补助 亚利桑那州工会与台积电的争执是关于建厂工人 而非最后生产晶片的劳工 工会联盟亚利桑那州建筑业协会寻求谈成具有约束力的所谓项目劳动协议 内容详佳说明劳资双方如何处理安全训练和其他方面的问题 亚利桑那建筑业协会囊括的工会代表台积电建厂工地内12000名劳工的大约四分之一 亚利桑那建筑业协会希望在台积电第二座工厂动工 及晶片法案拨款前完成谈判 但他们表示迄今为止没有任何重大进展 报导指出即使台积电和工会能够达成有约束力的合约或其他协议 仍有更多艰难问题等着拜登政府解决 对拜登而言出错牌可能有政治后果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时 拜登在亚利桑那州仅以约1万张选票胜出 而台积电设厂所在的马里科伯郡更是选战的热区